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读一个列子预言 疑人偷斧 疑人偷斧 有个人丢了一把斧头 怀疑是邻居的儿子偷了 他看邻居的儿子走路 像偷了斧头 表情像偷了斧头 说话像偷了斧头 动作态度没有不像偷了斧头的 不久这人挖地找到了斧头 以后再看邻居的儿子 动作态度都不像偷斧头的了 态度 人的举止 这个预言来自列子 列子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盗贼在这个丢了斧头的人的心里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疑人偷斧 有个人丢了一把斧头 怀疑是邻居的儿子偷了 他看邻居的儿子走路 像偷了斧头 表情像偷了斧头 说话像偷了斧头 动作态度没有不像偷了斧头的 不久这人挖地找到了斧头 以后再看邻居的儿子 动作态度都不像偷斧头的了